聆听正觉之道 开觉最根本的智慧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这里是智者妙音 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第三节 上世道修智悲双运 解脱有记二边 一 损失转为道用 宋慈约 何人以大贪欲心 夺或另夺我诸才 自身受用三世善 回向于他佛子行 宋慈直解 若有人以极大的贪欲心 巧取豪夺或唆使他人 来抢夺我的名声 权利 资据的各种财富 在遭遇这样的损失时 我们仍然心怀慈悲 将自己所拥有的财物 施予 甚至将过去 现在 未来三世 所累积的善业福报 全部回向给他 这就是佛子的修行 蒙受损失 一方面是指 没能正常获得预期的利益 另一方面 则是既有的利益 遭受了外来的损害 凡夫都很向往财富地位 同时也害怕失去 现在是一个物质化的竞争时代 和过去不同 过去人与人之间相互尊重 很多事情都是从他人利益来考虑 而且刑事准则也是如此 人们对三宝和尊长都心存敬畏 都有道德底线和一定程度的包容心 而在现今这个充满竞争的社会 大多数人都自私自利 缺乏包容心 因而当我们遇到困境的时候 特别是发生被人解夺 而失去既有的财富 或潜在的利益受损时 如果没有正确的精神信仰和智慧做指引 就很难走出苦难的漩涡 因此学会将逆缘转为道用 就尤为重要 其所转化的第一种方式 了之因果 任何恶元 果报未成熟的时候 应该积极防范 一旦成熟之后 就要勇于直面 并善于转为道用 预防很重要 在事情没有发生之前 学会预先防范 就像没有得病之前 主动预防 生病的各种因缘 生病的各种因缘不能和和 就不会遭受病苦 若事先没有任何防备 只是一味等待命运的安排 那么速适种下的夜阴迟早都会成熟为果报 遇到恶元时 受到损失就不可避免了 所以在我们的生命中 能避免的烦恼和痛苦 就要尽量去积极防范 如果该做的预防措施都做了 仍然发生了不幸 这就是过去种下的夜阴果报成熟了 此时就应该坦然面对 并将之转为道用 就像有的夫妻从相识到结婚 就一起在事业上打拼 获得成功之后 本来正是到了享受生活的时候 此时却出现情感等问题 不管问题出自哪一方 结果就是美满家庭被摧毁 这类损失虽然可以防患于未然 但也有更为复杂的因果关系 而导致防不胜防 甚至猝不及防的情况 当佛子遇到这类恶元时 不必深陷失去幸福的痛苦之中 要学会放下 因为放不下 也于事无补 只能徒增烦恼和痛苦 再者 外在的财富 随时都可能因为天灾 盗贼 贪官 及不孝子孙等原因 而遭受损失 而唯有我们内心的财富 是截夺不去 也损失不了的 比如 信心 戒律 不失 广文博学 知残 有愧 智慧 这七种为佛菩萨所欢喜的圣财 都是心中取之不尽 用之不竭的财富 人活于世 唯有挖掘到这些 能够真正利益自他的精神宝藏 才会生活得幸福自在 其实 当我们福报用尽的时候 所拥有的财产 哪怕想尽办法 也是留不住的 如果刚好遇到怨敌 成为助缘 因果业报肯定显现为蒙受损失 此生的财富被别人来夺取 这就是过去业果成熟的报应 只是我们已不记得过去世 曾做过什么损害他人的事情了 接受因果法则的佛子 完全没有理由怨天尤人 而是因在自己的身上 找一找原因 一方面 是否因为自己 疏于防范而造成 另一方面 更可能是因果业力成熟的报应 虽然没有人愿意遭受损失 可事情已经发生 这本身就是一种因果 必须勇于直面 并接受 用了知因果的方式来转损失 为盗用 就要深刻了解一切皆无常的事实 清楚认知 一切事物都是因缘和合而产生的 其中既有自身的内在原因 也有细密深层的因果业力 若想彻底改变命运 就应将他人带来的损害 通过了知因果的方式 将损失转化为修行之道 唯有通过这些修持 才能对治并断除恶业之因 转损失为福报 第二种方式 智慧观照 佛子在了知因果的基础上 在以佛法的智慧去观照 被人截夺财富蒙受损失这件事 并善巧地面对 智慧的心态是 接受损失 并真心诚意地忏悔 自己过往所造的恶业 用忏悔心来化解 财产损失带来的伤害 以此便能消除自己的恶业 换一个角度来看 其实是他人帮助我们 脱离了财务地位名声的枷锁 使我们免于下垮恶趣 因此要将他人夺走财产 视为夺走了灾难而由衷感激 感谢夺取你财产的人 使你还清了过去是 夺取他人财物所欠的业债 不仅慈悲地对待截夺者 而且还要将自己过去 现在和未来 所有的福报和功德 全都回向给怨敌 这样一方面可以消除塑业怨债 另一方面又累积了解脱的资粮 实际上最终怨敌是在救度 而不是加害你 如果能切实这么做 就会身心自在 从这个角度而言 我们没有任何理由 对夺取财物的人心生称恨 身为佛子 称恨是不治之局 称恨他人不但增长恶业 也令自己福报减损 再说 要恨也只能恨自己过去造恶业 如今才会承受痛苦 何况对他人心生称恨 于事无补 因财物被夺走 而仇恨并耿耿于怀 实际上受苦的还是自己 这是双倍的损失 佛子要想得到解脱的妙乐 就必须要修持六度 其中很重要的一项 就是修安忍度 以累积政务空性 所需的福报资粮 阿底侠尊者曾说 当别人损害你的时候 万物心生称恨 如果对伤害者生起称恨 则何时能修安忍 换言之 安忍的对劲来了 此时不修安忍 更待何时 这不仅是帮助我们修持 也是为自己消除业障的好机会 同时也要知道 任何人的本性都是良善的 抢夺我们财富的人 是被不可遏制的 强大三毒力量所控制 才会像个疯子般的制造伤害 设想 有这样一个失常的疯子 无端地来对我们制造伤害时 我们对他理应怜悯 而不是仇恨报复 况且 无始以来的轮回中 解夺者一定也曾做过我们的父母 所以我们理经慈悲他 而非憎恨 更不能去伤害他 甚至还应设法帮助他 利用这种对劲来修持安忍 就能把遭受损失的痛苦 转为盗用了 诚然 现实生活中的成功 需要善友和顺缘 但要获得巨大的成功 有时更需要怨敌和挫折 当我们遭受挫折时 有勇气和智慧的人 不仅不会被击倒 反而会让挫折 成为更加勇往直前的动力 擅对损失 我们将成为真正的受益者 在遭受损失时 深度的思维 自他平等和自他相患的菩提心 想到怨敌和我们一样 希求财富和快乐 惧怕损失 继而把他资财 匮乏的痛苦和担忧 吸纳到我身上 替他承担恐惧 把我的财富与快乐送给他 这样转念而换位思考后 还可以更进一步地观修 用自清他重的态度 观想将自己的三世善根福德 一并赠予解夺者 希望令他们远离仇恨和匮乏 种下菩提心的种子 未来能够究竟成佛 如此一来 原来的损失 即转变为 慈悲 不失 安忍 精进 祈愿 长情业寨的 卑质双修的道用了 听众朋友 您刚才收听到的 是跟让任波切 所著的正觉之道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次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